為什麼我們被暴力對待的時候 該道歉的是我們 該被譴責的是我們 為什麼 被打後首度露面 網紅陳怡一邊講一邊哭 就連媽媽也現身 你沒有錯 你講真的 我永遠沒有錯 陳怡抱著媽媽累撒現場 哭訴 講實話沒有錯 為何被暴力對待 時間回到5號下午4點 陳怡走出家門 突然出現一名男子不斷靠近 下一秒直接出拳攻擊 還出腳踹一下 他嚇得後退拿手機搜證 你先進去 黑衣男子就是動手嫌犯 當下還想繼續攻擊 被朋友制止 就連警方道場 還用肩膀頂圓警 干嘛啦 要碰我啦 我跟你講喔 你在動畫現情犯扮你喔 你別拉我 你想怎麼樣 嫌犯過去有毒品前科 攻稱是認錯人 以為陳怡是他的網路女友 但最醺醺的他 酒測值0.21毫克 最後被依傷害罪送辦5萬元交保 日11歲的黃姓嫌犯 也被網友揪出穿搭不一般 外套是法國知名品牌 要價萬元 手錶價格更是上百萬 笑笑要跟他合照 但是我真的是沒有辦法提防的情況之下 他就被我喊了一聲髒話 然後就直接往我的頭上這樣砸下去 我到現在那個畫面不斷地在我的眼前一直徘徊著 所以其實我從昨天晚上到現在 我真的沒有辦法睡覺 因為我得罪的人真的非常的多 所以每一個我可能講過的人都有嫌疑 maybe包括旁邊的喬星有可能 陳怡認為對方是有備而來 還故意挑在他家門口 等了一個多小時才動手 警方不排除有共犯 背後是否有黑幫叫唆 或是高人指點 成了警方下一步的追查重點 3d 新聞 蒙古華 林玉君 SNG 小組 台北